因快餐店商标审慈李小龙 李小龙女儿索赔2.1亿元 网友热议 就在近日 这家快餐店因为自家的商标引来了一场官司 因为商标审慈李小龙 被李小龙女儿索赔2.1亿元 这件事可以说一下子引起了网友热议 作为餐饮企业 一年的纯利润都不一定有2.1亿元 但是李小龙的女儿却直接索要这么大一笔的索赔 可以说真功夫如果输了官司直接就会元气大伤 那么这场官司到底谁的赢面会更大呢 动作这个东西没有版权 而动画人物也和李小龙的肖像有点神似 因此真功夫其实还是占据一定优势的 而李小龙的女儿身为美国人 时隔15年突然提出如此高的索赔也是让人想不到 对此不少网友也纷纷热议起来 有网友认为李小龙女儿是养肥的故意的 也有网友支持李小龙女儿的行为 认为穿着黄色衣服的格斗形象就是代表着李小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